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独家出品 听到身材偏帽男子的话 张帆脸上猛地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然后感激道 那我就多谢大哥了 嗯 人才偏帽男子又拍了拍张帆的肩膀 没有再说什么了 然后四人便看着村长给村民们分肉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 除了村长的那份 其他的猪肉已经全都分给了村民 村民们也都是陆陆续续地离开 不过在村民全部撤离之前 他们把村长家里面的院子 还有分猪肉的案板都好好拾脱了一下 让院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干净利索 等村民全部离开 村长又到了张帆几人面前 哎 几位先生 就在我们家吃饭吧 咱们炖排骨 说话的时候 村长又提起了 他那装着排骨的塑料袋子 姚村长要了三斤排骨一斤五花 夹起来一共挣好四斤 肉我们两个就不吃了 我们呢 在村子里面转转 你请他们吃吧 说完以后 两名男子便直接离开了村长的家里 姚村长则是满脸期待妄想的张帆 他们不吃就算了 张先生啊 还请您留下来 在我们家里面吃排骨啊 行 那我就留下来尝尝村长炖的排骨 张帆笑了笑 那名面容幽黑的男子 则朝着张帆和村长的方向凑了过来 哎 那 那我呢 我们家的肉有馅 或许只够我和张先生两个人吃 小伙子 你自便吧 听到村长这话 面容幽黑男子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尴尬 张帆自知无奈地怂怂肩膀 姚村长说的对 这四斤肉和排骨 或许还真就只够他们两个人吃的 再多一个人都不够 姚村长也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吃肉的机会 那姚村长自然要敞开了量吃了 那 那行吧 我也去溜达溜达 面容幽黑男子 也只好离开了村长的家了 见三人全部离开 姚村长冲张帆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张先生 外面冷 咱们进屋吧 张帆点头 然后便进了姚村长的家里 张先生 您这次过来 还是为了禁地的事吗 姚村长一边在炉子旁边洗着肉 一边望向张帆 嗯 是啊 村长 最近禁地或者说你们村子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啊 我们村最近很太平 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啊 张先生啊 你管他们叫大哥的那两个人 是不是也是为了禁地的事啊 没错 他们不过是第一步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感觉还会有很多人 陆续来你们的村子 所以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听到张帆的话 村长眉头一皱 从他内心来讲 他只想把村子管理好 让人人安居乐业 可不想参与到这些事里 但是没办法 他们还是受了这禁地的前累啊 姚村长 你们村里面的人还真是团结啊 今天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张帆看出了姚村长 对于未来的担忧 所以便把话题岔开 他来过两次这个村子 对村子里面的情况知道的也很多 他不仅帮过村民们 村民们也是帮过他的 给过他参天神木椒 让他用于粘连神侯墓 虽然神侯的势力还没有恢复 但是也算是帮过张帆很大的忙了 至少让张帆完成了复原神侯墓的前两步了 更何况村民们都是无辜的 所以张帆内心打定了主意 无论多少人过来 他都会尽全力地保护大耕村的村民安全 哎 帮什么大忙啊 这些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姚村长笑着摆了摆手 然后把盆里面剩的最后几块肉捞出来 笑盈盈地说道 张先生啊 您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 我去炖排骨 啊对了 炉子底下有几块烤红薯 您可以拿出来先吃 说完这话 姚村长便出了房间 朝着灶台的方向去了 开始炖起了大锅肉 张帆斜靠在旁边的躺椅上 吃着红薯 悠哉悠哉地摇晃起来 这时候 他手机响了 张帆拿出来一看 是方言打过来的 喂 老方啊 张先生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过去啊 我这边很正常 你不用过来 留在家里好好布置你的新房 好吧 其实我那房子已经布置完了 就连窗帘和床上用品 也都是买好了 现在看着我这偌大的新家 心里面还有点空牢牢的 等我回去啊 想个办法 让你消除一下这样的感觉 方言刚想接话 便听到门外 传出了一阵的敲门声 张先生 就先不说了 送货子来了 我去看看 如果需要我 您一定提前给我打电话呀 放心 两人随后挂断电话 可刚挂电话不久 他手机又响了 这次 是马志勇打过来的 喂 马院长 张院长 刚才楚心的护士长给我打电话 说楚心现在就在医院 我让护士长先把他给安抚住 您用时间的话 要不过来一趟吧 文言 张帆立刻从躺椅上坐了起来 我在外地 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要不这样 你下楼去找楚心 我拿你的电话和他说两句 好的 那我马上下去 马志勇痛快地答应了 很快便到了楚心的办公室了 楚心呢 张帆张院长 有话要和你说呀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